光复向马台湾部落一例信首日的 敬老尊贤艳客时辰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其中受邀来参加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幕僚的陪伦下也到场了 民众和族人争相的跟他合照 问及民众党是否在花联布局插旗 柯文哲则是笑着说 大家不要想太多 受邀来参加马台湾部落一例信 敬禁老尊贤艳客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 立刻掀起了一阵颗披风 民众与族人争相合影 而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大型风年纪的他 感受到了部落族人的热情 马台湾部落的传统年纪 计算因为疫情关系开幕活动及敬老尊贤艳客规模缩小了些 然而与会嘉宾包括了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立委 张天才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及台北桃源县市议员等贵宾都到场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尤其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到来更是全场瞩目焦点 问及了这一趟是否为民众党布局花联来暖场 柯文哲则笑着说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从来没有来过 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的风年纪 所以是来看一看 增广见闻 所以也说不要想太多 我们也会有国旅的需要 想太多 不要每天都搞政治好不好 国布乡马台湾部落年纪灌溉云集 晚柯匹一步到场的华林县长许志卫 依依和部落族人致意之外 特别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握手 敬地主之仪来表达欢迎之意 两人的互动也备受各界关注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